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內地的預製菜的問題 由於是中港融合的 而且融合速度比想像中高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 除了講政治之外 會跟大家多個層面繼續討論 就是這個新的時代 到底 往後 生活 各種的問題 還有攻略 也會跟大家 盡量多元化研究 我們可以預計如果中國大陸 習近平真的有心 真的要搞這個經濟 我們也有 網友 也是我們朋友 跟我們詳細分析 習近平這個人是雙子座性格 就是說 大家有看過聖鬥時聲詞也知道 如果沒有看過聖鬥時聲詞 有看星座書 也應該知道的 既然是雙子座 也好像雙面人 一個陰一個陽 他們做的事情會180度反轉 所以如果他忽然之間轉死性 真的叫180度改變 接下來中國大陸 苟然殘存 的機會會大增 就是因為 跟我們原本的研判一樣 原本 被團派當政 如果團派當政 中國大陸的經濟泡沫的爆破 是可以拖延10年 所以我們現在 是暫時 是用一個簡單的角度 就是把時間 然後 去再看各種問題 同樣 就算我們不是這樣看 在香港生活的人 都必須要繼續面對新生活 這個是 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探討各種的問題 在新時代裏面 各種的生存方式 包括 跟大陸接軌 還有沒有一些 什麼新的生存方式 全部都是應該要研究的問題 事實上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尤其是我們跟 很多內地朋友 很多都是民主派 認識 我真的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大家 那個叫做關係 香港跟內地 是完全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有很多東西 他們欣賞香港 向香港學習 又有很多東西 他們現在 在某個程度上是超越了香港 而香港 又再幫他們再改良那些東西 好了 當然應該可能香港 部分非常反中的人 就是 相當之不高興 但是我們認為 兩個地方 太過緊密了 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 實在太高 也不要搞錯 就算是內地居民 都沒有人叫你來接受 是內地的造假 和詐騙 只是我們在說 現在又可以etera 肯定香港跟內地 要高度融合的 面對新環境 新的生活 甚至乎 未來可能有新的對抗 其實 是應該重新 調整過整八門的計畫 以往香港人看內地有盲點的 就是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你不要來關擾我就算數 實際上現在詳細看看 其實內地有很多問題是跟香港一樣的 內地人也不見得全部是韭菜 內地人關心在政治上來 比香港人還要上心10倍以上 所以 與其 香港 想用獨善其身的方式 我們爭取自己民主 你內地民主不關我事 不如 就不要 想得那麼自私 不如 真是幫他想想 而內地人給到 新的挑戰你 新的思維你 機會是很高的 再加上內地這二十幾年真的相當有錢 在內地有錢的人 是很多 他跟香港的中產是一樣的 在內地也沒有人想吃黑心食品的 也沒有人想身邊 每樣東西是靠貪污 其實大家的生活 的願望也是差不多 內地人也是一樣 買了樓也不想樓價下跌 買了股票不想股票跌 投資了就是想拿回報 其實大家的共同願望有很多共通性 我們看看預製菜的問題 預製菜就是中國內地的一種發明 預製菜 不絕對等於黑心食品 但是預製菜 裡面包含 黑心食品的成分很高 主要有幾個原因 因為 預製菜 其實等於 將工業方式引入食品 本身香港也有類似的方法 就是中央廚房 中央廚房的意思就是把食物的生產 主菜式變成工業生產程序 即是說 系統化 將它們 變成一式一樣 然後 可以向各大 地方 門店 好像批發一樣 將那些 已經做好的菜式直接送出去 內地更加將這件事更加極化 不用說了 就是把 中國大陸的那種工業生產 放進食品 當然同樣地 也製造了大量的食品安全問題 就是因為 工業生產裏面有太多黑心成分 最新 香港被揭發使用內地的預製法 在一間叫做牛奶冰室 的茶餐廳 事源有網民拍攝到相關的茶餐廳 在門口擺放了 很多箱寫著米飯 而產地 寫著 是河原市 內地預製米飯 為什麼這些店舖會開始使用內地 的預製米飯 原因就是由於工業生產 由於工業生產 令到 主食 成本大跌 所以可以謀取暴利 你想像一下 香港的廚房 其實最貴 除了人工之外 肯定仍然 就是一個舖租 就算我當所有的菜式在香港 立即製造 仍然 需要很大的空間 如果將部分 的生產程序 外判了出去 變成了工業生產 對食店來說 肯定能夠折省大量成本 所以 他就變成了 白飯 白飯 根據零售價 是預製飯 只是人民幣3.8 但是 香港 的飯菜 可能碟頭飯 是幾十元 可能是五、六十元 真的連白飯也不用煮 只是煮個菜 只是煮個菜 這個也是 香港跟內地 現在高度融合的 結果 來的 也要搞清楚 本身也不是一定等於反對 預製 問題是中國內地的預製菜 就是有很多 不受監管的工業 內容在裏面 本身從普通的經濟 生產的角度來講 將一件貨品 變成了工廠流程化 是每一樣東西 每一個 製品 每一個服務行業 是最理想的狀態來的 因為就是將它 變得有系統 變得容易控制成本 變得生產規模更大 不用說得遠了 其實大家吃的 經過加工的製品也有很多 例如零食 罐頭 這些全部就是等於工業生產 的食品 大家都知道 吃罐頭無益 所以吃預製菜 也是類似 也是等於將工業生產 的食品 變成了 在桌面 現在就這樣吃 香港最大的危機 等於又回到10年之前 香港最怕內地 問題就是因為內地 絕對沒有陽光 絕對不透明 黑蒙蒙 甚至乎是黑心 所以內地食品 的方式 又或者內地食品 直接放在香港 就會造成 食品安全而慮 但是現在 已經不單止 是疑慮那麼簡單 變成了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接下來我們真的可以大膽預計 在香港要徹底 吃不到 內地製 的食物 可能性開始慢慢 下降 即是說 接下來可以預計 在香港吃飯 吃到 有中國內地 製造的成分 越來越高 香港不用說了 你期望政府幫你守住 基本上已經是400% 沒可能的事情 現在 能夠守住安全的 基本上就是靠自己 跟一個普通的內地居民差不多 如果你自己不小心 自己就會中招 所以早派已經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 北上吃飯 擔心內地有問題 不用擔心啦 因為香港那麼多內地店舖進駐 還有那麼多內地產品 接下來香港吃到內地製的產品 機會已經 正在不斷攀升了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的問題不是再討論吃不吃到內地 生產的食品的問題 而是到底 內地人會選哪些食品是比較安全 的問題 據說相關的預製飯 在淘寶也找得到 一碗200克的白飯 就是在賣三個白人民幣 我們接下來也會和大家 再慢慢探討各種生活問題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啦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